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将文字内容进行折叠 以及如何将我们所喜欢的字体设置为默认的字体 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 首先,我们按住Ctrl键 将这些文字选中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方的标题2 选择完成后 我们在这里点击右键 在下拉菜单中,我们找到展开 我们点击折叠标题 这样,文字内容就被折叠起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折叠 打开,打开 将文字内容折叠 我们只需要点击左方的小三角就可以了 方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关于默认字体 我们在打开word的文档时 经常显示的字体是等线 每次在我们更换字体的时候都很麻烦 所以,我们就非常有必要把自己所经常运用到的字体设为默认 我们可以看到在字体的旁边有一个小三角 我们点开它 我们打开下拉菜单 选择我们经常会使用的字体 在字形上 我们可以选择常规,倾斜,或者加粗 当然,还有字号的大小 当我们把这些调整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下边的设为默认值 我们选择第二项,然后按下确定 这样,当我们在新建文档时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所显示的字体和字号 就是我们刚才所设计好的 这样就避开了 每次我们在打文件时 都需要重新更改字体的问题 好 我是老李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